位于南投市的中兴新村过去是省政府时期办公地点 随着时代变迁,部分空间长期限制 中兴新村在2018年由行政院指示国发会 成立中兴新村活化专案办公室 今年搭配前三计划 日前预算由立月三度通过 共两年8000万的预算将进行空间活化 招募地方创成团队进驻 对此先言陈汉列表示 中兴新村过去相当热闹 而目前在各项规划发展上都非常缓慢 也指出,弄要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集中人潮为重大因素 中兴新村的年华时代到现在 我们都看到了 可是中兴新村到现在仍然发展 仍然是非常缓慢的 当然中兴有答应说 有一些空间 或有一些学校 公共机关过来 可是我还是觉得太慢 中兴新村它不是只是一个 六日有人的地方 我们希望说它星期一到星期五 也要有人 那我觉得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忍回来就好了 不要再因为法律而绑死 要一条心真正的来解决中兴的问题 中兴新村具备良好的观光设施与生活技能 对于该地究竟该如何活化 利用 过去历经政党轮替 十多年来已构十一九 基于中兴新村宿舍 以家庭式的宿舍居多 较早的提议是作为发展长照使用 也有人提议大学进驻 或NGO使用 历经员扎哲也表示 希望在未来发展上 能够保存现有的历史文化 并且将就由宿舍规划利用 也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为地方带来观光效益 今天大家一起来到讨论中兴新村的议题 我想是大家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但是我想中兴新村更多人期待是一件好事 我想大家对于中兴新村的期待 就是以现在的情况来做保存以外 在做开发 那我想最重要还是在于宿舍区 大家希望有更多人的进驻 我们也一起期待 一起来关心中兴新村的发展 中兴新村火化一直是大家相当关注的议题 包括旧有宿舍、小巨蛋 以及在地重要历史文化 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如何平衡开发、火化、保留文化资产等方向 是大家共同关注的 议员们也期许在中央与地方洗手合作下 让中兴新村再现风华 记得中兴综合采访报道